但是就不会有你去咬土豆下去那种特别绵软的口感 因为你知道你放在水里面煮的时候 土豆是从外面一层一层化掉的 但是你砸完了之后它就好像给它定型了一样 这样做出来它那个就是腐乳的汁就会裹在外面 咬土豆的时候它们的那种口感啊 味觉的那种层次非常的明显 对好我们先往里面放入一点点的葱白抱一下锅底 好我们就往里面加入这个腐乳的这个汁 先把汁放进去炒一下 再加两块的腐乳 那之后呢我们赶快关小火 把这个腐乳把它压平了 这个腐乳的汁其实还蛮浓稠的 我们就可以再加一点点的这个清水 好防止它粘锅就是把这个也可以把它调的稍微细一点 对好我们把这个腐乳都压开之后呢 我们就往里面再调一点点的味道 好加一点点的这个生抽 然后呢我们再加一点点的这个鸡精 因为腐乳是很咸的我们就不要再加盐巴了 所以不管是调料还是给它配搭的这些料头 都用的特别的少 就是因为腐乳的香气很浓郁 你看我们最后在调味道的时候 盐也都不用加 只是给它提一点鲜味 加一点鸡精 然后呢加一点点这个生抽 是的 给它调一下色调成那种酱红色的就可以了 所以这道菜做起来真的好简单 对这活呢我们就把土豆放下去 就人家都说这个素菜可能做起来的时候 清淡是它主要的一个味道 你看今天我们推荐的这道素菜 它做出来真的是超浓香 是的 吃出了肉的感觉 给肉都不换 这样算一算好划算啊 土豆买两颗才用多少钱啊 然后再配上两小块的腐乳 把它们做的不管是什么颜色 炒出来好像荔枝肉 不管是从颜色还是口感真的都很赞 对 好这我们就关火 好土豆放进去就是不要煮的太久 对不对嗯就料汁一定是定好它的味道 最后土豆放进去 裹上去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腐乳的这个味道加热一下 就完全挥发的淋漓尽致啊 对对对 真的素菜当肉吃的这样 很好吃 并且很好操作 对 好我们最后呢再撒上一点葱花 嗯 然后专示一下颜色 这就是今天路子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一道素菜了 很浓香的叫做腐乳土豆 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 这会儿带着大家再来回顾一遍 腐乳土豆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土豆 红豆腐乳 小葱 调料是生抽 鸡精 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土豆事先去皮 泡水 防止变黑 取出切成块 葱也切成段备用 热锅热油 下入土豆块 油炸酥脆金黄捞出 另备一口锅 加入适量的油 倒入腐乳汁和腐乳炒香 注入适量清水 稀释均匀 加入生抽 鸡精调味 最后将炸好的土豆回锅 让酱料均匀的包裹 起锅撒上葱花即可 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C 以及矿物质 优质淀粉含量约为16.5% 还含有大量的污质素等 被誉为人类的第二面包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路子你觉得做这样一道 这么简单的素菜 哪个是它的重点步骤 就是我们要尝一下 腐乳的味道 确定一下腐乳的咸度 如果太咸了的话 我们就腐乳加少一点 水的量加多一点 买回来自己先尝一下 先试一下 好 从现在开始起 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 前五名观众将会获得 由欧利微兰提供的 欧利微兰特级出炸橄榄油一瓶 节目最后要特别感谢 大正有机整体厨房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同样要感谢 欧利微兰特级出炸橄榄油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也要谢谢路子的光临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您好胃口 拜拜 腌制过的雪菜 吸收了肉汁的鲜甜 加着淡淡的辣味 不可错过 超级下饭的家常小菜 肉糜炒雪菜 肉糜炒雪菜 油灑 颜色里面 所有dos Hobby水 文人 哇 就差别了 ae 撒雪菜